我的方法就是这两天我们烧的哪只菜一样 就是 感觉拿箱子拿个 比方说越白越少吧 有时候不 比如说像有两种菜卖完了 盒子刚刚进去的话我们就忘了 盒子发呆 这个是啥菜 我们还可以弄个那样的菜 就是每天的菜全部削到一路 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饭了 哎呀 这个盒子鱼也来月好了 中午三菜一趟 晚上炖一炖吃火锅 火锅干了二十天 火锅吃了四十炖 夜宵一炖 晚餐一炖 你是正宗的重学人是吗 不怕辣 但是那时候越吃越相爱 吃不上爱 天天都想吃 盒子 看你一天吃了上不上火一天 一天好减肥一天 忙去的吃 忙去的长 你玩了胖子的哪只啊 盒子 你哪只一顿吃三伯伯你都不得长肉 你口服的嘛 来 来 来 我吃香菜 你把脂肪堵到 刚才吃了 吃了半转了 今天休息了 哎呀 重新让你多大成功 还是没工作 一个月还是给我开工子哈 哎呀 一家八一十一三万 一个月五十 啊 出来是 哈哈哈哈 吃了饭 休息了 还是先出来搬转了 这些汤子都还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要做准备工作 所以说来得早一些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四点钟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就是 第一汤和白汤人一天的准备工作 是怎么开始的 给你们看一下细节今天 现在的话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 然后所以说我们出汤的时间 就要晚一些了 基本上要七点过光夜 十一天才出来 然后现在的皇后宫就是分工合作 就是他在店里面先把菜啊 那些先切好嘛 然后我就在那边把小菜 还有就是说 打做然后这个蒜子啊 葱啊 香菜这些弄出来 然后弟弟有个塑膠工嘛 然后他来了就摆做这些 然后分工合作 效率也高 而且更轻松一些 好 好 好 帅哦今天 这个天太热了 现在喊我豆豆下 就是我的狗狗下来 他都不动 他都爬到那个爪子家 帮我望着起 我的方法就是这两天 我们烧的哪只菜一样啊 就是啊 感觉拿个箱子拿个 两头鱼也摆越少吧 啊 看得起 有时候不 比如说像有两种菜没完呢 或者刚刚进去 我们就忘了 或者发贷 这个是啥菜啊 我们还可以弄个那种菜的 就是每天的菜 全部写到一路 每天的清 就是啊 每天的还要清 还要看记录 我们可能就把这些菜 全部写出来 那是他们公体的建议 而且那我们最后 他一般不得搞错 也不得露到那些菜啊那些 有些客人那些 有些不是经常都来吃吗 他说今天来吃 下次吃 第二次来吃那个菜没得了 这个就叫做 在时间中获得经验 包括别人提的意见 我们都要去采了 这样嘛 那些东西 你都该采了 我们要去采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 就已经做好了 时间是5点半 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然后其他摊位的鞋 已经马上开始了 现在我们早上休息一下 就等到客人来了 现在我们早上休息一下 像个红带上客人的时候 一年的时候看到鞋有精神点 这像啥子嘛 你觉得很乖啊 啥子嘛 明天我买个大红色的 出去打最后一样 嘟嘟嘟嘞 你要出去更好 啊